今天介绍的是由亚洲六个国家的知名导演和演员连妹打造的恐怖故事及亚洲怪谈 该片共六集每集一个独立鬼故事 每个故事都细思及恐怖哈尔利 第一个故事是印尼的母爱 花姐是个单亲母亲 为了照顾儿子乔迪 她每天依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由于收入微博已欠了半年的租金 房东忍无可忍就打算将母子俩扫地出门 好在花姐有着三寸不烂之舌 虽然成功拖延了三天 但房东却一脸嫌弃地将钥匙扔进了臭水沟 花姐并没有当场发飙 而是默默地将手伸进了下水道 没想到她打开门的第一件事却是收拾行李 随后又报复性地将臭水泼洒到房间各处 因为她已有了一个临时避风港 那就是白天打扫的二层洋房 雇主要求花姐三天内完工 而她也正好可以趁打扫之便在此借宿几晚 为了不被邻居发现 花姐打开了便携式小台灯照明 一顿吃饱喝足后 母子俩人也安心地睡了过去 没想到午夜时分 花姐却被一阵异想吵醒 她寻声来到阁楼查看 就在她小心翼翼地寻找声援时 小台灯却突然熄灭 等照明再次恢复正常时 一群小孩却乍现眼前 花姐被吓得花容失色 抱着儿子就直奔警局而去 警方接到报案后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察 很快就将那些被困孩童解救了出来 可他们却对绑架过程毫无印象 只知道自己是被一个会飞的女人带到了这里 由于这件事的曝光 花姐只得被迫离开这里寻找新的出租屋 然而他们刚入住新家怪事就再次发生 原本的动画频道却突然变成了新闻频道 因为自己偷偷入住豪宅的不光彩行为 花姐并不想让儿子过多关注 说完就关闭电视回到了卧室 殊不知一个恐怖女人就处在那里 晚上花姐沉沉睡去 一只小手却偷偷爬上肩膀不停摇晃 花姐以为是儿子就想发发牢骚 可眼前除了飘舞的窗帘外 却连个鬼影都没有 女人只当是自己疲劳过度产生了幻觉 起床后照常辅导乔迪学习 可此时的男孩只想出去玩 花姐一气之下就将儿子关进了厕所面壁撕破 她则趴在桌上睡了过去 等她再醒来时已是午夜时分 花姐急忙来到厕所查看 却发现儿子莫名消失 她慌张地四处寻找 终于在床上看到了乔迪的影子 就在她慢慢靠近之时 乔迪却面目猙獰地表示要出去玩 花姐被噩梦惊醒起身来到厕所查看 好在乔迪并没有消失 看到儿子乖乖地坐在地上 花姐满脸愧疚 为了缓解母子关系 她带着乔迪来到了急事闲逛 可回家后的乔迪却变得异常调皮 一会说占料太多 一会又说占料太少 花姐无奈指的将其放在眼前让她自行处理 这时客厅的电视突然自动打开 又是关于那起儿童绑架案的相关报道 介于那些孩子的口供 灵异专家表示 他们很可能是被一个名叫巍巍的女鬼所绑架 她因不能生育而自杀 所以此后化作厉鬼绑架小孩据为己有 花姐不以为然直接关闭了电视 等她再回到餐厅时却被彻底惊呆 原本干净如洗的墙壁 却变成了由占料喷溅而成的墙体彩绘 花姐见状对着乔迪就开始大呼小叫 乔迪一脸委屈表示并非自己所为 可家中根本就没有第三人 不是她又会是谁呢 此时的花姐已经被气炸 因为粉刷墙壁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可是事已至此 她也只得蹲下身子收拾眼前的烂摊子 为了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现状 花姐又承接了大量新业务 没想到刚洗干净的床单被罩 就被儿子抹上了大片泥巴 看到儿子如此不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 花姐只想破口大骂 好在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 但是她并不死心 定要用强有力证据征服儿子 然而令花姐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作怪竟然更加猖狂 只是一转身的功夫 其他床单被罩就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花姐赶紧拿起手机查看 发现扔尼巴之人正是儿子乔迪 可当她质问儿子为何这样做时 乔迪却再次表示不是自己所为 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撒谎 花姐也是忍无可忍 上去就是一个显亮耳光 为了让儿子长点记性 花姐又将男孩独自锁在家中 就在乔迪伤心哭泣之时 却突然听到一阵女人的歌声 她以为是母亲就寻声走了出去 结果却被窥伺多时的女鬼强行捂走 此时正在外面放松发泄的花姐 再次听到了灵异专家对儿童绑架案的分析 她说那些儿童都是女鬼提前选好的目标 女鬼只绑架那些被父母忽视的孩子 当孩子们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时 就会自愿跟随女鬼离开 花姐顺感不妙急忙往回赶 然而她还是没见到儿子最后一面 这时几个鬼小孩突然出现 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 花姐看到了关于她自己的新闻八卦 因为她的报案那些被困儿童得以解救 但同时她的真实背景也被网爆了出来 原来她的丈夫和儿子早已在车祸里丧生 所以说她报案当天报的儿子 其实就是一堂空气 可今天录的那段视频明明就有乔迪的身影 花姐急忙拿出手机验证真伪 却发现扔泥巴的人竟是她自己 也就是说最近发生的多起怪事 都是花姐的凭空想象 花姐无法接受现实一口气 来到疯人院办理了入院手续 没想到却在这里偶遇之前的灵异专家 专家一眼认出了花姐这个报案人 同时也说出了花姐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原来花姐的报案导致女鬼失去了孩子 而女鬼为了报复花姐 就决定用乔迪替代那些孩子 于是女鬼就给花姐制造了各种幻觉和幻听 逼她主动离开自己的孩子 这样女鬼就可强行霸占乔迪 也就是说之前的所有怪事都是女鬼的恶搞 就连丈夫和儿子车祸身亡的假消息 都是女鬼指使小鬼们联手制造的幻想 花姐回想起和儿子在一起的真实感触 知道自己上了女鬼的当 就直奔女鬼老巢寻找儿子 就在她准备带走儿子时 却被女鬼的意念所控制无法动弹 此时乔迪也接受了女鬼这个新母亲 就在她鬼迷心窍地慢慢靠近时 花姐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她一边道歉一边呼喊儿子 最终乔迪迷途之反重回母亲怀抱 女鬼见状试图将母子赶尽杀绝 花姐见状赶紧将儿子搂在怀里享受最后时刻 没想到等到的却是女鬼的爱心拥抱 原来女鬼已被花姐的强大母爱所感染 她不仅放过了母子俩 还是怀了霸占他人子女的执念 至此母子又回到了之前的幸福生活 第二个故事是日本的吃人草店 北村是个自带语言性障碍的报社记者 最近她正在专注一则灭门案的报道 为了还原最真实的幕后真相 她特意来到了案发第十地考察 这是一栋荒废多年的凶宅 在这里北村看到了一间圣人小黑屋 里面挂满了各种诅咒小草人 而原材料就是一旁的废弃茅草店 由此可见失咒者肯定怨恨极深 有了这个博人眼球的切入点 北村便在这里大拍特拍 甚至为了激发创作灵感 还留在了凶宅过夜 当晚北村就梦见了四个奇怪场景 货败不堪的茅草屋 不断渗血的老旧草店 一张诡异至极的家庭合影 还有一个站在草店上不断招手的少年 北村被惊醒后觉得这个地方很是邪门 就打算带着东西离开这里 结果刚上车就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可北村却显得异常淡定 看来他和父亲的关系肯定不怎么样 但是作为儿子即使有再多不愿 也必须得回家一趟 看着父亲的一提 北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原来父亲年轻时就是一个怪人 整日躲在房间里发呆愣神 只要自己靠近就会遭受严厉呵斥 今晚本是北村的守灵夜 可母亲却在半夜过来替换 就在他返回房间的路上 却发现一个人影从眼前闪过 北村好奇地跟了过去 发现竟是梦中招手的少年 对方好像引路人一样 带着北村就来到了 父亲生前发呆的房间 在里面他看到了一张 用旧报纸包裹的旧照片 而这张照片正是梦中的合影照 其中就有那个招手的少年 就在这时北村却突然晕倒在地 等他再醒来 事已被带到一间废弃小屋里 很显然北村是遭到了某人的偷袭 看着身旁那张沾满血字的旧草垫 一些模糊记忆也浮现眼前 原来旧照片上的少年 和那对成年男女 就是在这里被人所杀 而北村就亲眼目睹了 这一惨案的发生 难道北村就是照片上的小孩吗 就在这时母亲走了进来 他先是承认了偷袭北村一事 然后又将一些陈年 就是说了出来 原来北村的爷爷有两个儿子 可他死后却把所有遗产 都留给了大儿子 也就是北村的大伯 这让北村的父亲很是不爽 于是某天他就将北村大伯 绑架到此向他索要一半的遗产 可北村大伯却嘲笑 北村父亲膝下五子嗣 就算分得一半财产也白下 北村父亲被激怒上去 就想教训一下 没想到却不慎将钢笔 插进了对方的颈动脉 而这就是北村父亲 变成怪人的真正原因 北村母亲见状心一狠 就砸死了北村大伯 事后夫妻俩 又将大伯妻子绑架到此行凶 此时大伯家的两个儿子 就在外面 大儿子看到父母被杀疯狂叫喊 而他就是北村看到的招手少年 北村母亲担心事情暴露 就打开门将大儿子 领进小屋杀生 小儿子见状也开始疯狂叫喊 好在女人并没有痛下杀手 而是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亲儿子 虽然男孩年龄小不懂事 但亲眼目睹家人被害的剧烈打击 还是让他永远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而那个小男孩就是现在的北村 北村得知真相后害怕不已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叫了二十多年的母亲 竟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就在他梦整之时 老太却举起菜刀来到了跟前 突然身后传来刺耳的抓闹声 他好奇地转身却看到了惊悚一幕 随着声音越来越大 老太也奋力地劈砍了上去 结果下一秒 他就变成了草垫的囊中之物 原来草垫上汇聚着被杀者的怨气 就算化成鬼也不放过曾经的罪恶之人 而北村在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之后 也放弃了之前的凶宅案 他要以自己的经历书写一则 关于吃人草垫的全新报道 第三个故事是新加坡的无名市 三名壮汉将妙龄孕妇带到小木屋寻欢 经过恩赐的飞人蹂躏女孩含恨而死 为了防止他化成厉鬼回来复仇 壮汉又用锁魂钉将女孩的冤魂死死封印 画面一转工人在工地上施工时 意外挖到了一具人形包裹 老板以为是千年文物就让阿鹏打捞了上来 没想到却是一具被铁钉封印的女尸 包工头见状立马拿出手机报警 结果却遭到了老板的一顿数落 因为事情一旦传开 势必会对自己的楼盘销售造成影响 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 为了让这些人干得漂亮 老板提前就发放了大额封口费 包工头带着阿鹏来到小树林火化尸体 可心存善念的阿鹏并不想这么做 而是决定将其入土为安 但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做法 他又偷偷多挖了一个深坑掩人耳目 包工头看着熊熊火焰以为大功告成 却不知阿鹏正在埋葬女孩尸体 为了女孩躺得舒服些 阿鹏又将锁魂钉拔了出来 却不知女孩魂魄也在这一刻得以释放 为了报答男人的恩情 女孩日夜守在身边陪伴 黑心的包工头为了利益最大化 竟在工人的伙食上偷工减料 他则是天天不重样的大鱼大肉 老黑不满现状上前理论 结果却被对方一顿羞辱 阿鹏担心老黑被包工头穿小鞋 急忙上前打圆场 没想到两人刚坐稳 包工头就被大鱼大肉卡住了喉咙 定睛一看竟是一根大铁钉 保安看到铁钉立马想到了那具女尸 可尸体早已被处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他冥想铁钉来源时 原本禁止的铁钉却突然自行转动 保安害怕不已急忙找到阿鹏询问真相 阿鹏看到对方的紧张表情 便将自己拔钉埋葬尸体的经过全盘说出 保安听后大惊失色怒斥他触犯禁忌骇人害己 当务之急就是挖出尸体进行火化 第二天一早两人就来到埋葬地寻找女尸 奇怪的是那东西却不翼而非 保安意识到大事不好就想将此事告知包工头 可一心保护阿鹏的女鬼怎会让他得逞 一不小心就将他捏成了人间美味 然而保安的失踪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 中午时分老板来到工地要求包工头加快施工 而这就需要工人们日夜免费加班 老黑不甘心被压榨提出反抗 结果却被老板当场辞退 阿鹏试图上前求情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老板的拳打脚踢 殊不知这一恶行将会给他带来杀生之祸 因为女鬼绝不允许有人胡乱伤害阿鹏 为了帮阿鹏出这口恶气 女鬼坐上了老板的私人轿车 回家后又给他做了一个掏心掏肺的全身按摩 由于老板无福享受 最后也变成了女鬼的人间美味 第二天老板的死讯就传到了包工头这里 与此同时工人也发现了保安的尸体 接二连三的惨案让包工头不知所措 于是他就花重金请来法师振协 法师掐指一算便知晓了来龙去脉 他说现在恶鬼将尸根本无法消灭 唯有加钱才是上上策 包工头文言当即欣然答应 当晚法师就摆好法阵准备将女鬼的魂魄重新封印 然而刚进行到一半女孩却突然出现 等阿鹏发现时法师早已凉凉 这时包工头也正好赶来查看站 看着巫师的惨状 他以为这是阿鹏所谓就抡起拳头暴击 还好女鬼及时出手阻拦 包工头被暗倒在地无法动态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法师所说 便让阿鹏用铁钉封印女孩的魂魄 阿鹏看到女孩的青唇面孔瞬间心慈手软 可气头上的包工头却将阿鹏踹倒在地 导致他当场晕厥 女孩见状秒变恶鬼直接就活泼了这个黑心 等阿鹏再醒来时已经来到医院 而女鬼就趴在床前静静地看着他 他感激阿鹏的善举同时更是满满的不舍 因为他还要去找欺负自己的那三个禽兽报仇 第四个故事是泰国的恶狗 老马是一个网络自媒体人 仅凭蹭热度就赚取了不少真金白银 可最近却因缺乏素材而陷入瓶颈期 导致收入直线下降 不仅无法支付母亲的高额住院费 就连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 就在这个街骨眼上 警方却发现了一起离奇谋杀案 老马作为积极分子自然不会错失良机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案发现场 死者是个美国老刚来泰国不久就惨遭虐杀 为了获取更多独家消息 老马便开始四处寻找有用线索 不料却在杂物间看到了一个满身是血的男鬼 老马虽然有些吃惊 但他却一点都不害怕 很快一人一鬼就热聊了起来 而男鬼在得知了老马的身份后 竟然饶有兴致地讲起了自己谋杀美国老的全部经过 同时老马也取出各种装备开始实时录制 昨晚男鬼闯入美国老房间准备给他来个下马威 没想到对方不仅不害怕 反而将他带到厨房共进晚餐 由于语言不通 男鬼只能一脸木然地听着美国老唐僧念经 经过一个小时的喋喋不休 男鬼也有些坐不住 还好两个偷盗者及时赶来 美国老健壮操起家伙就与两人拼了起来 虽然两名偷盗者被成功赶走 但美国老的手却被嘎了个大裂缝 还好男鬼心存善念并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和美国老一起等待家庭医生的到来 可是伤口过于严重 医生也下不了手 无奈指得去医院处理 但是谁来开车呢 于是男鬼又被迫当上了代驾小哥 可他却回想起了自己被劫匪枪杀的往事 然而仅仅是这几秒钟的分身 一场不可避免的交通事故却突然降生 还好美国老和医生并无大碍 可男鬼无心跳无脉搏的状态 却将就诊医生当场下滩 由于无法像正常鬼怪那样自由穿梭 他只得搭乘出租车四处游荡 为了变成会施展法术的真鬼 男鬼就决定吃点人肉 喝点人鞋饱餐一顿 于是他再次来到美国老家中 将其开场破度一顿乱造 至此美国老遇害的全过程也解说完毕 老马听后赞不绝口 当即就决定将此事发布到网上 为了增加可信度 他又拍了几张照片 可照片中根本没有男鬼的尸体 无奈之下老马只得放弃此报道 可男鬼却很是不愿 甚至抱怨老马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 说着就想教训他一下 可老马随身佩戴护身符 男鬼也只得停手作罢 这时老马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要求男鬼说出六合彩的中奖号码 只要自己中奖就会发布这则谋杀报道 男鬼觉得不错欣然答应 很快老马就在男鬼的帮助下获得了高额奖金 而他也履行约定发表了那篇报道 一夜报复的老马及时补交了母亲的住院费 可母亲的状况却不容乐观 就在老马为难之时男鬼却突然出现 男鬼表示老马的文章让自己名声大噪 更是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为表感谢男鬼决定用法术帮他母亲渡过难关 但是必须要老马做出牺牲 老马犹豫着回到病房却发现母亲消失不见 原来是老人病情加重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为了让母亲重获新生 老马决定接受男鬼的建议 就是让他吃掉自己用法术还母亲一声康剑 最终孝顺的老马变成了男鬼的美味 可他的母亲却还是死在了病床上 原来男鬼并没有这项技能 一切都只是他吃人的套路 因为他从始至终就是个恶物 第五个故事是马来西亚的鬼孩 懵懂无知的少女被渣男护活成未婚先孕的单亲母亲 虽然现状苦不堪言 可女孩却从未有过一丝抱怨 每天都用心地照顾小宝宝的生活起居 然而一场意外火灾却将母子俩烧成了焦态 女巫看到这两具有黑尸骨兴趣大增 因为他正在谋划一起复仇计划 而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将死因养成为命是从的鬼孩 为了不被母亲的灵魂所纠缠 女巫承诺会把鬼孩当成亲生孩子照顾 这天小镇突发天灾 鱼塘里的鱼一夜之间全部死亡 镇上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 有的说是蓄意破坏 也有的说是自然灾害 然而更诡异的是灾难发生的前一晚 好多孩子都做过一个奇怪的梦 他们梦见有人一直在拍门 可开门后却空无一人 之后这些孩子就生了一场大病 看来这场灾难就是女巫操控鬼孩所为 胡子哥是镇上刚上任的官二代 主要负责处理这些重大灾难 可身边的马屁精们却说这并非天灾人祸 而是有某种邪罪在作怪 只需请法师做场法师即可消灾解难 于是当晚他们就请来了法师座 没想到此人却是个江湖骗子 不仅没有弄清死于原因 反而加重了灾难降生 因为这一荒唐举措 胡子哥遭到了个大报社的一通风批 他气冲冲走出大厅 却正好偶遇一位白鹰女子 此人就是之前收养鬼孩子的女巫 他来此主要是想帮胡子哥解决死于一事 可此时的胡子哥根本不相信这片人把戏 然而他刚上车就从口袋里摸到一个玩具小人 这是儿子去世当天他送给儿子的玩具 为何现在却出现在自己的口袋里呢 看来这肯定是刚才的女巫在作怪 胡子哥立马找到女巫质问玩具来源 而女巫为了展示自己的神力 也毫不保留地如是说出 胡子哥听后一脸震惊 当即就将治理死于一事交由女巫处理 晚上两名手下将女巫带到鱼塘施展法术 可对方却迟迟不见回来 两个手下出于担心就想过去探探情况 却发现女巫正在对着鱼塘自言自语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阵阵低吼 两人深感不妙急忙返回车内躲避 结果却被后座的女巫吓得魂飞破散 经过这惊魂一夜死于事件彻底解决 可小帅却对女巫产生了怀疑 他认为死于事件就是女巫一手策划 为了查清她的真实身份 小帅便开始了日夜叮烧的秘密行动 没想到却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事已来到一片深山老林 就在他纳闷惊恶之时 身后再次传来那晚的低吼声 寻声看去只见一个小鬼正在那里觅食 男人被吓坏慌不择路地四处乱跑 不料女巫却再次出现 男人知道自己遇到了克星疯狂逃窜 他第一时间给胡子哥打去电话 本想说出女巫的图谋布 可对方却忙于玩闹无暇顾及 就在男人骂骂咧咧地自我发泄时 一辆私家车却迎面驶来 没了小帅这个绊脚石 女巫很快就和胡子哥成了一家人 甚至还怀上了对方的孩子 没想到女巫刚住进大房子 胡子哥就噩梦不断 甚至还时常看到一个恐怖小孩 胡子哥以为家中来了不速之客 就拿起餐刀准备将其赶走 结果却遭到了女巫的强烈反对 因为这是他报复仇人的秘密武器 随后女巫就说起了自己的童年遭遇 原来女巫的母亲曾是某富豪的小情人 可富豪家庭美满并没把她当回事 只是偶尔象征性地看望一下 但母亲还是忍辱负重生下了女巫 然而禽兽的富豪却将魔爪生下了这个女儿 母亲得知后直接气死在了精神病院 为了报复富豪女巫苦学巫术师机仔 还收养了鬼孩子呼风唤雨 然而就在她准备付诸行动时 富豪却提前因病去世 于是她就将复仇对象转移到富豪的家庭 而眼前的胡子哥就是富豪的唯一子嗣 原来两人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得知孽缘真相的胡子哥想要离开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十年后女巫成了真正的主人 而胡子哥却因中风瘫痪成了家中的活死人 同时她的母亲也生不如死 整日以轮椅为伴注定要在痛苦中度过余生 现在的女巫不仅完成了复仇大计 还拥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 而这个男孩便是鬼孩投胎后的肉身 这也正好兑现了女巫曾经对鬼害母亲的承诺 就是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她 最后一个故事是韩国的楚男鬼 可以说是这期解说里最恐怖最变态的一集 这个男孩名叫东俊 母亲是某学校的最高领导人 因为这个强大保护伞 东俊也是愈发嚣张无人感惹 最近他又喜欢上了转学来的女同学 可女同学却和大高个很是亲近 东俊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拿出小刀就划烂了大高个的眼睛 没想到下一秒对方就变成了睁眼瞎 听着阵阵惨叫东俊露出得意邪校 画面一转东俊大叫着从床上坐起 原来刚刚只是一场噩梦 可吃饭时他又变态的巴拉鱼的眼睛 好似这就是那个大高个 就在他享受这种莫名快感时 却被母亲及时阻止 可东俊不仅不收敛 反而对着母亲大呼小叫 随后便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房间 然而打开衣柜的瞬间 他却变成了另一副面孔 原来里面摆放的正是女同学的一比一人偶模型 只要看到这个他就能拥有一天的好心情 到校后东俊把自己精心挑选的发卡 送给女孩表白 女孩看到精美视频喜欢得不得了 可大高个看到后却气愤地将其扔在了角落 原来东俊之前就喜欢过一个女孩 可女孩并不喜欢他 于是他就威胁女孩嫁给自己 不然就会杀他全家 没多久女孩就逆亡在了水库之中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 但大家都默认是东俊所为 因为此时女孩也认可了东俊的杀人犯身份 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家中 却发现东俊早已提前到达 此时他正在热心地帮父亲擦拭身体 女孩只敢振振后怕 便以时间太晚为由催促东俊赶紧回家 东俊以为美好的恋情就此开始 可第二天他就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因为女孩头上的发卡早已变成了其他款式 东俊知道这是大高个的横刀夺爱 冲上去就将新发卡丢在了地上 然后又狠狠地将琴笔一顿乱扬 完事后他冲出教室一口气跑回了家 用那个人偶抚慰内心的伤痛 为了和心爱之人永远在一起 东俊再次来到了女孩家中 他认为只要和女孩的父母打成一片女孩 就会接受他 不料女孩看到此情此景却恶心到死 他直接就把东俊推出了家门 东俊不停述说自己的爱意 可女孩却当场发飙 坚称自己命可死也不会嫁给他 东俊心灰意冷直接来到水库散心 这一夜他没有回家 母亲却变成了热锅里的蚂蚁疯狂拨打电话 可对方就是不愿接听 原来东俊的手机早已落在了女孩家中 母亲辗转难免无法入睡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儿子的自杀噩耗 虽然东俊对母亲嚣张霸道 但对于女人来说儿子却是唯一致爱 由于无法接受现实 他便开始戒酒消愁 然而这晚家中却突发意状 女人知道儿子的亡魂没有安息 就将巫师请到家中做法 可巫师却说东俊现在是个楚男鬼 必须举办一场明婚才可化解 而结婚对象必须是纯净清白的楚女鬼 在巫师的指点下 女人找到了一具刚死不久的女高中生 她先是从尸体上剪下一缕头发 然后又顺手拿走了对方的遗像 有了这两样重要性物 巫师便开始操办两个单身鬼的明婚 本以为这样一来东俊的灵魂就会远离尘世 没想到怪事却再次发生 第二天女人刚上课就听到了滴水声 扭头一看竟是变成水鬼的东俊 她死死瞪着母亲眼神中充满哀怨 女人见状赶紧找到巫师求助 巫师也不想废话 直接就让东俊上了自己的身 原来东俊之所以不高兴 是因为不喜欢那个明婚妻子 看着她那痛苦的表情 女人就决定帮儿子物色个新妻子 可谁才是最心意的人选了 通过翻找衣物 她发现了女孩的照片 女人看后立马明白了儿子的想法 于是第二天她就开始了行动 女人将照片还给女孩 并为儿子的这种偷盗行为真心道歉 而女孩出于愧疚也交出了东俊的手机 女人看后内心五味杂陈 但她还是强装淡定邀请女孩到家中一坐 因为她也有个神秘东西要送给女孩 女孩没有拒绝跟着女人回了家 然而到家后 女人却安排了一份高档牛排让女孩享用 女孩深受感动哭成了小类人 女人见时机成熟 直接就将女孩带到了地下室 在这里女孩见到了那个神秘物件 而她就是东俊生前四弱宝贝的人偶模型 女孩震惊不已瞪大了双眼 下一秒她就变成了女人手中的猎物 女孩拼死挣扎 但最终还是被钉进了木箱 对女人来说儿子有了满意 妻子就会安心离开 然而这一切也只是她的以为 从这天开始儿子的鬼魂彻底消失 但被她弄死的女孩却阴魂不散 无奈之下女人再次请来巫师解围 巫师一看女人杀了人以为她得了精神病 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但女人还是想到了一个妙计 唯有眼不见才会心不凡 于是她果断挖去了双眼 虽然这样无法看到女孩的冤魂 但她却总能感觉到儿子的存在 所有人都觉得她变成了疯婆娘 却不知东俊的亡魂就守护在女人身边 最后简单说两句 东俊作为妈宝男强势追求喜欢的女生 导致了第一个心爱女友投合自杀 同学们出于对她的反感 便将东俊定义为直接凶手 而对东俊还有些好感的女同学 在听说此事后出于对她的恐惧 也开始恶语相向 最终导致了东俊的投合自杀 东俊母亲知道儿子殉情而死 便杀害了女同学给儿子配明婚 结果却被冤魂纠缠逼成了精神病 一切的死亡都源于发自内心的爱 在这场没有直接凶手的自杀案里 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的导火索 或许东俊的母亲才是悲剧的直接发起者 因为纵容和溺爱造就了东俊的性德缺陷 这才导致了同学们的揣测和女同学的怀疑 进而促进了东俊的自杀 所以说过分的爱就是害人害己的爆炸性武器 她看不见摸不着 但却拥有着致命杀伤力 凡事适可而止 切勿过度滥用